第1626集 我想你在你的那个时代 肯定没有取过华夏 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华夏 虽然神话时代已经结束了很久 远古那些传说中的大神已经陨落 但是强者绝对不少 随便拉出来一个 就能以秒杀的姿态对你 现在你还称自己为强者 我是第一次见到有人 这么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的 真的是笑死我了 奈菲塔利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右手一伸 一抹黑气出现在叶浩轩的脖子上 这抹黑气就好像是一根实体的绳子一般 紧紧地勒在叶浩轩的脖子上 就算是强如叶浩轩 他在这瞬间也感觉到呼吸不畅起来 他仗红着脸拼命地咳嗽着 那道黑烟就好像是 勒紧了他的灵魂一般 让他挣脱不了 你杀了我就能改变得了这个事实吗 叶浩轩很快平静下来 虽然他还是感觉到不是 但是已经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 他冷笑道 你只是一个伪强者罢了 你的不死大军 你的黑暗之神 在华夏远古的强者跟前 简直就是渣一般的存在 奈菲塔利突然右手一收 叶浩轩脖子上的那个黑漆便消失了 你不是要杀我吗 叶浩轩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女人 这个家伙的情绪真的是转变得快 刚才还杀气腾腾地对着自己 这一眨眼就有转变主意了 我突然决定不杀你了 奈菲塔利根根一笑 你不是说我算不上强者吗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要向你证明 我就是你所谓的强者 我要你亲眼看着 我重生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不死之躯 和黑暗之神重续起运 召唤亡灵军团 颠覆这个世界 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叶浩轩笑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黑衣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向着奈菲塔利深深地鞠了一躬 姨父恭敬的语气说道 我主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进行祭祀 那好 奈菲塔利笑了 把他带出去 还有 把他也带出去 我要他亲眼看着 我是如何重生的 遵命 黑衣人一鞠躬 然后一群人走进来 带着没有任何意识的流情出去 又有人推着架子 把叶浩轩给推了出去 直到走出去以后 叶浩轩才发现 现在的时间已经停完了 半空中一轮圆月横广 这是今天晚上的月亮显得十分的大 显得十分的圆 而且 微微带着血色的月光 看起来多多少少的有些诡异 今天晚上的日子还是个不凡的日子 血月当空 这可是几十年都难得遇到的一次异状 叶浩轩看着半空中 惊异地说 所以 我感觉 现在就是老天都在帮我 奈菲塔利和和一笑 这种异状 最适合的就是祭祀 在这种日子里面祭祀 我感觉我复活的实力会提升不少 那可不一定 叶浩轩摇摇头 他抬起头喃喃地说 这个世界还是有他自己的秩序的 有些时候 你的举动惹得上天不爽了 不管你的天时地利再好 也不会成功的 我觉得 我能成功 奈菲塔利笑 他转身看向刘晴 然后吐出了一段冗长的咒语 刘晴现在就好像是着了魔似的 他随着奈菲塔利的颂声 缓缓地走向了他 在一张极大的祭坛上 刘晴缓缓地躺在了上面 四周的火光在这瞬间便涌了起来 一群裹得严严实实的黑人 围着祭坛 在围着这个神秘的祭坛跳着舞 看他们神秘庄重的神色 似乎是在做着一件什么极其庄重的事情一般 直到奈菲塔利走上祭坛 他的身体深深地浮了下来 刘晴才猛然地惊觉 他一抬头 就看到了奈菲塔利灵力的目光 这道目光有些恐怖 让他心底在这一瞬间 寒意便涌了起来 他猛地坐起来 想从祭坛上下去 但是几个黑人突然上前 把他死死地按倒在祭坛上 导致他一动也不能动 奈菲塔利一脸地潮红 他缓缓地扶上前去 舔了一下嘴唇 然后悠悠地说 虽然你这一张东方的面孔 让我很不习惯 但至少也是一个美女 有这个资格做我的躯体 而我也不用再爬光了 走开 你走开 你离我远点 快走开 刘晴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他努力地想起来 但是有个黑人死死地摁着他 无论他怎么挣扎 他一个女人的力气 却如何挣扎得过那些人呢 数千年了 我被困在那数千年 一末端 你当初对我做的一切的一切 我都会数十倍地要回来 奈飞塔利利声喝道 他双臂一伸 骤然张开 然后张开大口 一抹黑气从他的口中发出 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上的皮肤寸寸地脱落 片刻不到 他光鲜艳丽的身段便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残存的躯体 一个仿佛被虫柱了一般的躯体 他缓缓地向刘晴走了过去 他的身体在这瞬间变得透明了 他想借助刘晴的躯体重生 但是重生的前提就是 他反谱归真 重新变回木乃伊 乃至灵魂的状态 这有点 类似于躲舍重生 之间半空中 一片黑色的气体出现 这些气体 显得有些虚无 在这些黑色气体的另外一端 仿佛连着地狱 无数的哀嚎声 从地狱里面传出来 让人感觉到心惊胆战 奈飞塔里整个人都浮了起来 他向着刘晴扑了过来 他浮在刘晴身上的虚空处 慢慢地向刘晴的身上 愈合而去 同时 一道巨大的虚影 从半空中的黑暗中涌了出来 半边身子从地狱中走了出来 跨越了数个位置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这是黑暗之身的虚影吧 叶浩喧笑了 他对身边 看守着自己的那个黑人问道 这女人是想和黑暗之神合而为一 他们共有一个躯体 那看着叶浩喧的那个黑人 一言不发 他就那样浮在地上 向奈飞塔里跪拜着 此时 这个黑人的内心是敬畏的 他整个人都瑟瑟发抖 他相信了 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神迹 既然是神迹 那就是不可亵渎的 好嘛 你不说 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叶浩喧笑了 他突然右手一振 那粗大的铁链便被他挣脱 然后他双臂一阵咔嚓一声响 那铁链寸寸的断裂 掉落在了地上 那个黑人吃了一惊啊 他本能的想起身来这只叶浩轩 但是他的那点水平 在叶浩轩的跟前 那是提鞋都不配 叶浩轩一巴掌把他给抽晕了过去 然后他大步向前一踏 整个人化作了一道残影 向祭坛飞去 砰砰砰 那些跳着奇怪舞蹈的人 被叶浩轩全部装飞 然后叶浩轩一个闪身 飞到了祭坛上 一个黑人举起了一把刀 就向叶浩轩扑过来 叶浩轩一把将他扇飞 然后踢着另外一个向上一抛 丢入了半空中的那个黑洞中 那个人死声惨叫着 被抛入黑洞中 然后他以极快的速度 化作了一具干尸 最后变成结灰 消失不见 那一片空洞 等于说是地狱的入口 在地狱的入口 是有无数的怨灵存在的 他被抛入了入口处 瞬间便被吸成了一具人干 叶浩轩手中的太长一挥 那个巨大的虚影一退 本来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一半的黑暗之神受痛 他又返回到了地狱 在返回的时候 他发出了一声 痛苦愤怒的吼叫声 一把扯过刘晴 快速地向祭坛下方逃去 但是那已经准备好夺舍的 奈飞塔利肯定不会答应 他右手一伸 一股强大的犀利 让叶浩轩和刘晴 不能向前寸步 我苦苦等了数千年 等的就是今天重生的这一刻 你不让我重生 就是阻止我 我不答应 我绝对不答应 愤怒的声音 从奈飞塔利的口中传了出来 他死声尖叫道 醒醒吧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右手一挥 一道浮转骤然出现 紧接着一抹金芒瞬间放大 然后化作了一团火球 三昧真火 奈飞塔利对这种火极为的激大 他尖叫了一声 身形向后退去 然后他急速的向外逃走 化作了一抹黄沙 迅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他这一逃 天地间的异象也瞬间消失了 叶浩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个女人对付起来真难 如果不是趁他在夺舍的时候最虚弱 叶浩轩用三昧真火吓退他 还真的拿他是没有一点办法 叶浩轩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刘晴刚刚不知道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有些惊恐地问道 没事 只是一些小意外 现在已经没事了 叶浩轩安慰道 我们走 离这个地方远远的 叶浩轩实在是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了 把刘晴给救了下来以后 就拉着刘晴一路狂奔 离开了这里 也不知道向前跑了多久 叶浩轩猛然停住了脚 他说停就停 提前一个招呼也不打 刘晴在这瞬间停不住脚 差点扑倒在地上 他停住了脚步之后 有些诧异地回头道 怎么了 不对劲 叶浩轩皱着眉头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四周 因为这里的景色 他敢遇到熟悉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刚刚他就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 怎么不对劲了 刘晴有些不解地看着叶浩轩 他是没有看出来周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他只是感觉到这个地方黑黑的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当然 他也知道 他自己的感觉不如叶浩轩 他看不出来什么异常的地方 但是叶浩轩一定能看出来 你没有发现吗 我们刚才在这里转悠了半天 可是半天来 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瞎转呢 叶浩轩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被他们抓过来的 一路上我也是迷迷糊糊的 刘晴也有点惊魂使定 就在这个时候 眼前的人影一闪 李玉带着几个人赶了过来 他们一行人一袭黑衣 就好像是突然间出现了一般 叶浩轩迅速举起手中的太长 李玉连忙叫道 是我 自己人 这是什么地方 感觉到了李玉身上的气息 叶浩轩确定这不是幻境或者说 是其他什么玩意儿伪装出来的 他收起太长问道 幻境吧 类似于华夏的某些阵法 走 快出去 在这里面待久了 魂魄会被勾走的 李玉招招手 好 叶浩轩点点头 他回头道 刘姐 我们快离开这里 他刚一回头 恰好看到刘晴两眼一翻 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刘姐 叶浩轩吃了一惊 他连忙上前双手揽住刘晴 然后伸手在刘晴的鼻端一探 然后到失魂症 没错 是失魂症 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华夏的路数来说 是三绝之地 阴阳护地 什么叫做阴阳护地 叶浩轩不解 只有他一个女人 所以他在这里就容易失魂 所谓孤阴不长 独阳不生的说法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在这里容易失魂 失魂 叶浩轩的神色有些严肃了起来 他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